萬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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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位 早晨 早晨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聯早晨節目 特別這麼早的錄音 這麼早上載就是因為突發料 坦克 究竟是否萬聯領隊 這件事繞揚了兩個多星期 終於轉會大臣告訴大家 答案是甚麼 一齊 一小時前 Ferbizio Romano上載 儘管看看究竟最後答案 萬聯搞了兩個星期 幾星期之後終於決定 坦克會留下 作為我們的領隊 作為我們的領隊 已經確定了 坦克會留下 為甚麼這麼大的故事呢 為甚麼要這麼久呢 已經超過兩個星期了 足總盃後 對於足總盃決賽 對於坦克來說 一場很特別的比賽 因為我們贏了萬成 當時來說 很多人以為是 坦克最後一場 替萬聯做領隊的比賽 原來就是萬聯和坦克 一個新的世紀的開始 一個生意時代的開始 發生甚麼事呢 發生甚麼事呢 成績 成績來說 萬聯金剛剛上一季的成績 就一般 但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為甚麼 為甚麼 坦克可以留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究竟是甚麼呢 就是受傷 總共有45個不同類型的受傷 又生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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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生病又生病又生病 絕對是一個很特別的 或者令人覺得匪而所思的數字 即是說 除了坦克 經常在記者招待會 都會說 萬聯的內部 都覺得這件事 是非常之重要的 影響了今季的表現 尤其是英超的成績 非常大的影響 但仍然都贏到一個重要的錦標 今季 而且獎盃的含金量是非常之高的 Ferbicio Romano說 我們贏了萬成決賽 但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的捉獎盃老徒 是贏了利物浦的之前 這件事令坦克為萬聯今季 剛剛上一季做的事情 就遇到一個有用的影響 但始終受傷的情況 仍然都很難搞 今次這兩個星期的回顧裏面 這個受傷都佔了一個很重要的比例 即是回顧的資訊 跟董事 董事會 老闆 大家都做了很多事情 在這個回顧裏面 尖不尖是洛強砌 看看有什麼可能性 為什麼是最好 為什麼搞兩個幾星期呢 Ferbicio Romano就說 因為要想好所有的可能性 如何為之最好 對於萬聯 所以萬聯是真的找了幾個領 包括杜曹 直接跟詹詹談 但他們決定了不再繼續 即是杜曹和萬聯一起 原來萬聯還有見其他領隊 因為 因為 Aneos很想知道 究竟萬聯的所有選擇 是怎樣 真的這件事 我覺得你問我 很神奇 即是說 坦達在做領隊 對他的表現 就很壞差半 如果聽到這裏 但是他真的為了 這件事究竟坦達 買不買 或者其他人買不買 就很有趣 大家絕對可以留言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為了研究萬聯的將來那幾年 究竟怎樣做 所以要 看完所有的選項 也因為要看完所有的選項 就已經跟杜曹及其他領隊見過面 坦達呢 就不需要見過 因為已經很清楚了 跟他談過 知道他想怎樣 知道他的想法 以及未來幾年他會怎樣做 亦都想知道其他領隊怎樣 所以就見了他們 但我們覺得 如果說真的 坦達的立場 這件事是否真的可以接受呢 真的 大家可以留言說一下 大家也會跟其他領隊 和經理人 和其他領隊 地獄 而他們也會跟其他領隊 和其他領事 成為成為新領 因為他們的感覺 是 我們想 取得時間 我們想 要小心 因為 他說 為甚麼這麼快 這麼早 便跟其他領隊 或者其他經理人 接觸呢 就是因為 他們真的想確認 很早的情況就已經清楚了我們所有選項的利與擺 最後答案是發覺他們都是選擇了坦克的 受傷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萬聯就覺得65個個案的受傷真的不能夠貼心 一季裏面 現在等一等 這個就是他們要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如何去改善這個問題 他們亦都覺得在這樣的受傷的情況下 坦克做到這個成績也算是一個交代 在記者指導會 坦克說了很多次 我們經常要變陣 因為人傷傷 後防轉了30個不同的組合 如果像萬聯的頂級球會 要這樣去做的話 的確一定會有影響 所以經過這兩個星期的回顧之後 除了他們已經鎖定坦克 是萬聯未近幾年的領隊之後 他們也發覺 也認同了第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受傷 在接下來的季前賽或季前預備的時候 已經會和坦克去研究究竟受傷 如何處理 如何防止再多受傷 然後也看了普哲天道或杜曹 這些作為可能成為萬聯令的選學究竟是怎樣 還有收夫基 從來都不接近這份工作 因為收夫基自己本身都不想商量 因為現在要預備歐國杯 萬聯也不可能等他一個月 即是收夫基這個KP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領隊 歷史比 即是前拜頓的領隊 他們經過這麼多領隊談完之後 就發覺我們不需要現在做的 這個換領隊或者其他領隊去的考慮 這件事 尖尖有沒有跟坦克一直有溝通就不知道 但是呢 大臣就說其實坦克都知道 他自己從來都是選項之一來的 2月3月4月5月都是這樣 每一次坦克和尖尖的對話裏面 都是一直有談 暑假究竟怎樣做的 就是坦克呢 其實他幾天主要說的都是對的 事實就是說 一直都有跟尖尖團隊去談暑假的事情 但是 尖尖有沒有exactly說 你還是我們的領隊呢 這個就是可能沒有說 因為可能 那如果是開城保公的話 如果尖尖 可能也有跟坦克說 是 我們現在是跟你談 但是我們也會 就是 explore 就是看一下其他選領是怎樣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 這個真的 大臣也沒有說 我說一次 坦克和尖尖有談 接下來下季我們怎樣做 或者 坦克又跟尖尖說他的大計 但是 尖尖有沒有跟坦克說 我們會跟其他領隊接觸 這件事情 大臣沒有說 例如 我們要簽了一集 坦克是完全有參與的 接著 我們某些球員的將來 坦克也是有參與的 還要一起去決定 所以坦克一直都有參與 這件事情是真的 但是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 Manchester United 相信 Telitanaig 是現在 最重要的決定 就是說 現在 整個最終 這個回顧的最重要的決定 就是 因為 Eneliard已經鎖定了坦克 是萬聯 來的幾年 將來 希望 到萬聯 有很大的進步 希望 說下季轉會槍非常之重要 就是這個暑假的轉會槍 他們不能夠失敗 我真的不希望失敗 但是 由於FFP 反制了 他們不能夠做一些很厲害的轉會 很誇張的轉會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最重要是賣 賣 賣新組 4千萬就肯定了 唉 賣 Greenwood 也是肯定的 沒有說多少錢 祖雲達斯 已經有完賽 祖雲達斯 是沒有錢的 他們 現在就真的要跟Telitana 決定某些球員要走 有些Free走 有些可能賣走 他說Casemiro 也有很大機會走 他現在說 曼聯很欣賞泰克的一件事 是什麼呢 真的 曼聯 知道他們覺得 坦克對年輕的球員 是有辦法的 迷路 今季的特菲萬俊 坦克是有功勞的 加拿祖 亦都 他對加拿祖的保護 和令到他的進步 都是有目共睹的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曼聯 接下來的方向 亦都是 很想相信 年輕的球員 這個新的年代 新的時代 信任 年輕球員 亦都是為何 阿坦克留下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今季成績差 但是可以接受 因為受傷的情況相當嚴重 第二 曼聯希望可以 重用更多的年輕球員 他們都相信 坦克有這個能力 去幫他們 今天開始 亦都會和他的經理人 和坦克坐下 談新約 即是大家亦都預備了 會有 連續連約 希望他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事 發揮到他的所長 而談緊續約 好 最後答案就是 坦克留下 原因有兩個 就是因為 受傷的情況實在太嚴重 所以他們覺得 坦克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算是這樣的 亦都是 這個回顧之後 最重要的一點要做 就是 怎樣針對 受傷的情況 怎樣改善 坦克亦都會參與 第二件事 就是 為何要留坦克 就是因為 他們相信 萬聯的未來 要靠年輕球員 他們都覺得 坦克是有能力 輔助這些球員 最後 坦克由今天開始 就會和 沾沾談續約 應該會談一張長約 內裡的細節 就看看 Ferbici Romano 會不會有些資訊 例如 他在買人賣人的參與 會不會 決定能力 會不會減低 還是怎樣 這些是未知數的 但肯定會有 等了兩個多星期 終於又答案了 各位可以留言說一下 是好事還是壞事 大家又怎樣看呢 今次在這裏 多謝各位相關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包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